各位朋友,有粉丝给我发来了一段中国的网友的抱怨 问我在美国是真的假的呀 美国真是他说的那个样吗 就是关于网络速度的问题 在中国有个叫鞋底的网友 他是在周游世界 他就吐槽美国的网络速度跟蜗牛一样 你比如说他现在就在赌城那边 他传一个视频 两个季要传到头条上去 要传多长时间呢 传七个小时 要了命了 这位朋友叫鞋底 叫鞋底 好家伙 因为他要在头条上发他的邮寄 他就抱怨 说美国的假四季网络 我也是服了 我目前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麦当劳餐厅 使用麦当劳的网络 怪不得的 麦当劳网络 估计需要七八个小时 然后用美国的版本的四季网络 美国根本就没有五季 四季算是2.5季 这个破烂的四季 才每秒0.2兆 一个视频最起码需要四个小时 美国中部的那种普通的州 普通的地区压根是没有光鲜的 网络扎得你感到心碎 出城就是没服务 我有时候吐槽说 澳洲网络全世界最垃圾 跟美国一比 澳洲网络算是好的了 给大伙道歉啊 因为我今天的视频是没法更新了 因为传不上去啊 没想到美国中部地区的网络 真的比许多非洲国家都不如啊 还有我在洛杉矶旧金山 圣和赛 半个月这么说吧 那边的网络不算多快 普通的老百姓够用 但是呢 我作为自媒体上传视频 还是太慢了 几十分钟一个视频呢 说估计啊 只有西部 东部沿海城市的网络还行 能勉强用 然后呢 中部地区 尤其是偏远地区 百分之百不如非洲啊 非洲是华为干的呀 我记得我走了 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偏远地区 穷的盯着光当响 但是呢 网络快的飞起啊 我说美国的网络普遍 比不上叙利亚伊拉克 那是肯定的呀 我在伊拉克叙利亚 完全不担心上传视频问题 往往住个小宾馆 WiFi一链接飞起啊 是吧 美国这个破网啊 我真是没法说了 对吧 那位说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啊 那位说呢 美国就没有快的网络了啊 那实话实说啊 那位说 浩哥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对吧啊 这个呀 你必须啊 那个得搞一个千兆的 千兆的多少钱呢 便宜的 百十多美金 一个月啊 但是呢 基本上也不太够用 你如果想弄 速度 还行 然后呢 做直播不卡的 一个月最起码三百美金起啊 千兆网 美国的这个千兆网 三百美金才能达到做视频的这个要求 你算了吗 一个月啊 你算了吗 那要跟中国比的话 这不跪到天上去了 是吧 所以中美的网络真的没法比 没了华为之后 美国的网络就更没戏了 更没戏了啊 这是真的啊 各位这是真的 美国的网络是真的差 再说 川普啊 川普 最近呢 他这个筹款活动非常的顺利啊 在一个场合 他的筹款活动筹款了五千多美元 那不是五千多万美元啊 已经创造了这个筹款的历史 已经远远超过了民主党拜登的那个筹款啊 三个老总统呆在一块 也筹得没人见川普多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美国的大企业主慷慨解囊啊 这些大企业主把民主党算是恨坏了 不让跟中国做生意啊 然后呢 这个各种啊 这个对企业界的这种坑爹 是吧 然后高科技也不能卖给中国 这些企业主恨坏了 赶快把他选下去吧 而且现在民主党搞的啊 把这个华人细分啊 原来不是都是亚裔吗 现在呢 亚裔里边分出来了 南韩人 日本人 什么南亚人 华人 把华人单独给拎出来了 那位是他准备干嘛呀 哼 你想吧 这准备排华用的 能不把这些民主党选下去吗 各位啊 所以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华人 这次投票 就得投川普 知道吗 啊 那么说那润人现在怎么样了呀 在美国啊 润人来的越来越多呀 而且 呃 越来越卷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 该润 应润 近润啊 有个好消息 润人们的工资涨了 小飞肯定是没有的了 一天能碰到一个都算运气好的了 纽约所有外卖员的最低时薪 涨至19.65元 不包含小费 但很多华人外卖员却并不满意 首先薪资并没有提升很多 其次 纽约的外卖平台 取消了餐前强制小费的选项 这导致外卖员的小费也大大减少 是以前小费的好一点 在客人里头都变了 变了几百块钱的餐 一百多的 叠了还有十几块 现在变的都是两块多 稍微原点才有五块 那小费肯定是没有的了 法案都已经是这样了 那哪还有小费了 以前一千多块钱有吧 现在就几乎就是几十块钱 除了小费大幅减少外 一些外卖员反应 现在的外卖单相比于之前变得更少了 所以实心的增长差别不大 时间想排多的话 也跑不出钱 但是也没那么多 没以前跑得好 也有华人民众表示 即使外卖费用增加 也愿意给小费 哪要给的 大概五块七块八块 人要加一点点的人为的 这个关于这个外卖的 这个小费 现在你算啊 如果按照民主党的这个规定 这个外卖员 一个月呢 要按成人民币也不少了 三万三千六不加小费啊 如果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的话 能挣三万三千六 所以呢 外卖那个还是个大有前途的行业啊 就是应润尽润嘛 是不是啊 但是呢 外卖也有风险 风险和机遇并存啊 对吧 有大机遇 那你得承担大风险 你看这位福建的这位外卖的小哥 他就遇到了大机遇 在在大风险之中遇到了大机遇 那位说咋回事啊 好吧 这发大财了要啊 我们来看看这位 说是36岁的一个福建的小伙 他姓朱 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被一个28岁的美国男子 在纽约暴打 原因简单 就是自己英文不好 对方不耐烦 对他一顿暴打 导致严重受伤 3月23号 来自呢 福建的一位男子 朱先生 他和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一样 做最辛苦的工作 在一个外卖平台做外卖员 这一天呢 他来到了纽约史泰登岛的一家 平价零售店 为一个顾客代购一个商品 但是呢 外卖平台提供的优惠卡 无法支付 他就与店员沟通 因为自己英文不好 28岁的店员 就非常不耐烦 不打算卖给他东西 并对他一通辱骂和殴打 朱先生对店员说 自己只需要打个电话 一分钟解决问题 但是对方呢 不愿意等 于是辱骂并殴打了 这位福建男子 当时周围的路人 看他被打得太惨 报了警 这朱先生打得够惨呢 说是面部骨折 脑震荡了 警察呢 逮捕了这个打人的人 并听他的指控呢 犯有袭击罪 而且呢 这位黑哥呢 是非常嚣张 根本不道歉 朱先生呢 当时呢 也没有还手 面部挫伤 鼻梁骨骨折 颅内出血基液 脑部严重震荡 据说 后续送外卖 也很困难 对于一个六口之家 这是很大的打击 朱先生2008年 是到了美国 和妻子一块 现在家里边 有两个老人 三个孩子 孩子最小只有一岁 家庭所有的收入 都依靠朱先生跑外卖 如今断了收入来源 一家人呢 就陷入了生活困顿之中 那位说 说了半天 你不是说他挨揍了吗 挨揍了 怎么发大财了呢 关键 在美国挨揍 你看是跟哪挨得揍 各位 这个 他被打的地方呢 是一个平价商店 在美国呢 拥有上万家的分店 但是呢 打人者不道歉 而这家总店呢 也没有任何的道歉和回应 就当没有事情发生一样 对待华人的这个态度呢 很恶劣 于是呢 福州的这个同乡会 召开了记者会 斥责施暴者的行为 而且对这家总店的做法表达不满 认为对方就是种族歧视 所以呢 这个律师呢 要求设施的商店 保留录像 为刑事民事诉讼 同时做好了准备 发大财了 这回啊 各位啊 在麦当劳 老太太烫个嘴 都能赔几百万 这回被打的好家伙 骨折脑震闹了 这一家全国性的连锁店 各位 律师能给他啊 炸出好多钱来 是吧 恭喜这位福建的这位工友啊 这个一种族歧视 必然能打赢 而且有巨额的赔偿 不过希望这位老乡呢 能够这个早日康复啊 别留什么后遗症啊 如果有这个什么后遗症的话 那给再多的钱也挽救不了 对吧 好吧 这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润人的故事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